客博館 欢迎来到客博館 车龙浦断层保存园区 这个园区除了保存世界级的地质景观之外 它也跟台电共同合作 推广能源教育 做了电池世界特展 究竟这个展区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呢 走 我带大家去一探究竟吧 电池世界除了介绍电与电池坡外 也展示生活中很常运用的电池铁 我们一起去看有什么好玩的展品吧 西方铁片有没有像是西星大法 它利用电池铁通电产生磁力 断电磁力消失的原理来操作 这个展品只有在园区里面展示哦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科学原理 园区和台电共同合作开发 行动博物馆教具箱 走 我们开箱去 这个就是行动博物馆教具箱 它有几个特色 让我来为大家介绍 第一个 场地不受限 一咖教具箱在手 教学材料通通有 科普教室就是我 第二个 设备不受限 一咖教具箱在手 辅助器材不外求 教材烦恼不再有 第三个 教学不受限 一咖教具箱在手 教学效果通通有 能源教育好帮手 就是用那个电池 然后跟那个气胞线 来做那个磁铁 就是把那个鱼吸起来 那我就是钓不起来 比较可惜的是 我们这一组的电线缠得比较疏 如果我们这组的电线缠得比较密 然后那个抛漆 抛得比较好一点的话 可能就可以钓到鱼了 我们现在108科刚会 希望训练学生去 对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去做探究 然后去找到那个结果 透过这个社会参与 小组活动的一个参与 去思考自己在生活日常中的一些 影响或是运用 我是主张 我要让他们团队合作 分工合作 在讨论的过程的话 就是小朋友可以互相帮忙 就是有这样子的 共好 我觉得也不错 台电呢 做了非常多的能源教育 所以他现在是一个能源的教育者 那我们跟台电合作呢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 透过这种行动博物馆 然后那种科学教育箱的方式呢 推广到各个不同的学校 服务的对象呢 有国小有国中 然后也有不同的 形态的这些学生 有些是都会区的学生 有些是偏乡的学生 那我们可以在课程的设计上面呢 加入不同的元素 让老师跟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呢 能够呢 根据他们自己的背景 跟他们所处的环境 设计出更贴切更属于他们的课程 深入浅出的方式 让同学们在轻松的游戏氛围中 可以获取到生活中实用的能源知识 由知而行 落实到生活当中 逐步的踏实 累积学童们的能源素养 那如果有像科博馆 或是像台电这些专门的一个机构 他提供给更精准的一个仪器 或是更多的时间的器材 让孩子动 我想他的教学 可以辅助学校的一个 单方面的课程 让孩子们开阔他的视野 觉得科学研究是很有趣的 館长你之前也有提过嘛 就是人人不一定要是科学家 假 对 但是 人人必须是科学人 这个概念呢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一再强调的 这个科学素养 也就是说 虽然呢 科学家可能是一个非常专门的 可能需要念非常多的书 可能需要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 他不一定要成为科学家 但是他都需要有科学素养 不管他的日常生活 或是他任何的一件事情 在判断的时候呢 都可以把科学的态度跟精神拿出来 那这样子我相信这个社会 或这个国家才会更进步 所以我认为 人人都要成为科学人的概念呢 是要大家都具有科学素养 这个行动教具箱呢 它不仅攜带方便 上课也非常方便哦 从教室 礼堂 到科学展览 都可以摇身一变 变成我们的科普教室 内容呢非常弹性多元 而且趣味性也超高的 不仅从国小的低年级 到国中生 都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科学活动哦 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来预约我们园区的预约课程吧 谢谢大家